主持人、監察人 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以及网络直播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以在台湾诈骗的问题 可以讲是人民生活每天都是要面对的 在民调显示 大概有九成以上的民众 都曾接过诈骗信息 以及诈骗电话 在民进党的执政底下 可以讲台湾变成诈骗之道 这也是台湾支持 全世界都知道诈骗台湾想起 这个问题是如何严重 我们光看2022的统计 光被诈骗的犯罪所得的金额 700亿哦 如果再加上没有报案 没有详细的统计出来黑数 绝对超过一千万 如果这样 他诈骗的案子有多少件呢 3万件 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4万6千人 都创15年新高 尤其你现在看 每天诈骗的广告事量通报 哇都是创新高 尤其投资诈骗的广告 那我们手机常常都会不断的接到诈骗的简信电话 我相信因为有很多的个资流露出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国安问题 所以民进党 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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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没看过 尤其让我们感到很痛心的 是民进党立委 纪念到诈骑集团 各各地 大家也看到 长期接受IMV诈骗集团的赞助 现在 白后是三个月的刮刮刮刮刮刮 现在还说不清楚 这个案子 也没理由他投资 所以 哎呦 那位先生 那位发言人出来说 这个是一个小东西 小事情 大家要申告 你的钱去骗 随着有点骗到 你想要去煮什么 这就做小事情 你跟诈骗集团交媒 没关系 如果贪污腐败 是一个小东西 那我们怎么放心 把国家交给 诈骗集团 没有办法压制的你们啊 所以 那一年 利民的痛苦 很坏的啦 真正的利民 你没有信道 所以行政院这两年 这几年生日的打炸国家队 打炸办公室 不但越打越多 开27亿呢 不是都打水漂 撤的就没去 苏阿部一年外 开200亿 200亿呢 打炸有贡献吗 没有啊 哪有什么贡献 只有 扁3千700万 考察出国 什么也没做到 连民政党的立委 这也看不下去 政府啊 打炸的行政 别的没关系 有点是 还会让我们的 技术的关系 吼 有够疼的 这些都在管理的 政府上 看部的整合 效果又没做出来 难怪检察官就直接点名哦 NCC啦 金管会啦 事发部啦 根本不是在打造国家队中 有发挥他的功能和角色嘛 所以台湾在问的第一个就诈骗 第二个第三个 给他叫做毒品 枪支 包括我们的黑帮 黑道帮派 所以啊 我已经提出了123 整个治安三件 这个治安三件里面 一打造 二少毒少枪 三持爆 这是我的专重 我来说这个 要怎样做得更好 打造 简单清楚 騙多少拐多少拐多少 犯罪所得好 超过一定的定额 无论个人和组织 都加重712分之一 提供人头的账户 再犯 提高刑责 这二分之 管控不明的金油 地下飞队 控制好些 保肺 不要打打打去 要有专责 而且紧盯 让整个部会 能够紧密在一起 而且在 资安的展凤场 在网路的查合场 要过得住 新年后面跟第三方租户 要监管和谐 再来 兩岸跟国际的打击 要强化 少毒呢 所以 现在很严重 影响国人健康 和社会安定 以及特殊 都会和所有安家 卡资会 尤其 现阶段 校园里面 有毒品侵入 很严重 所以我第一岸 要成立 廣照 美国联邦 企图企业模式 建立台湾的企图署 由专责单位 來查集 毒品 第一岸要做的 從校园 毒品開始掃盪 從 青少年 是什麽原因 要毒品 管道 跟沿途 合作 這些 對 國際的網路上 要去斷 毒販的幫派 他有一個供應鏈 所以要跟國際刑警來合作 第三 警察 在臨檢盤盞的時候 少了很多 查驗毒品的儀器 我們要給他補照族 讓他有半老發揮最大功效 第二 其他要做掃槍 第一 黑槍 鼓勵他 駐守 健行 第一 模擬槍 爆腳機制 要 減少社會廠 非法槍支 流落在市面上 尤其 很多 玩具 遊戲槍 是 容易從火藥室改造的 所以 要 落馬 就是 大家盒面都要說得到 商家在賣的時候 都要有標誌 第三 你如果非法改造模擬槍 一定要處罰 尤其對紙藥儲 我們也要用稍微處罰 因為這個 反罪 誰都會 非法改造模擬槍的反罪 第三 我們要處罰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青少年 被誘拐 被吸收 去做詐騙車手 或是販毒的幫手 層出不窮 尤其有些集合場所裡面 分散其政 經常看到一些黑人都青少年 造成社會觀感也不好 對青少年的身心影響較大 所以我主張 明晚十八歲 你要被吸收 不論青少年是主管的 或是僵迫的 幫派的主事者或是成員 一定加重其行 那不可以任意 而且要借進日本的暴力團對策法 針對黑幫的投資 經由借日本民事糾紛 包括他設立的地點 立法查集管事 絕對不能幫他 所以 在這個問題 不管案件 大和寫 它其實是一種 滾動 它是一種 學習 所以 不管 從個小案到個大案 都會密集的結合在一起 我一定 用我這一身的力量 從我當警察開始 到現在 一定除惡勿盡 我一定要用我的誓名 把我們在安安過得好 保護選領老百姓 我常常說幾句話 要對好人比較好 對壞人 不用客氣 該辦就辦 我們只要找對方法 用對策略 我們治安一定可以壓到最低 所以 我一直在想 我們 犯罪自然聯動 所以第一個 除了科技 辦案以外 更重要要鎖定所有的犯罪工具 只要讓犯罪預防 市政府團隊 以及中央結合起來 把犯罪預防的淨化環境 治安折合 把犯罪工具鎖定好 讓賭發的有效的 讓案件能夠降低 所以以前我在當警政署長的時候 九十五年 我發布會整合 讓整個 汽車窃盜 大幅下降 連帶的暴力犯罪 下降了將近市場 這就是犯罪連動的 所以我們如果犯罪 不要看他死 我們一定要把他折折折折 尤其 這段時間 你看那個詐騙案 越反越 離譜 很多的案子辦出來 結果都是 很多被 人犯被囚禁 被內待遇而死 這個東西 就是小案就變大案 所以 我只要當總統 我承諾 一定當治安有效的壓制 尤其對詐騙集團 全力壓榨 一人掃檔 二人掃三分之一 三人減半的目標 我全力拼治安 讓治安穩定 生活安全 社會安定 人民能夠安心 謝謝 特別提到 贏到 二十二歲 國家要來負擔 我也特別在這裡提醒 男先生 你在台南市公共托育 最重要的工作 都沒有做 是你 新北市在我推動底下 這麼多年來 我們總共一百二十一間 是五都家一家的總和 都沒有新北市的多 照顧幼兒 不是嘴巴很厲害 尤其 你也當過行政院的院長 也當現在的副總統 那為什麼 像高中執免會 私立大學協會的補助 為什麼到選舉的時候 才來談 大家都知道 年輕的同學們很辛苦 尤其鞋帶很辛苦 你們到現在才提出來 我覺得這樣 是沒有辦法 對年輕人能夠交代 尤其你剛剛講的社會住宅 我覺得更不以為而來 那一市長 那一院長 你當過台南市 又當過行政院院長 你一戶的社會住宅都沒規劃 台南市到現在 是六都唯一 沒有四位住宅完工的 我們新北市不太有規劃 也有完工的 我們家一家已經有1.1萬戶 你要特別組溫載進 我再說一次 溫載進得過 蔡英文總統頒發的傑出公務人貢獻獎 是北台灣有產業發展區 有11個公園 也有軌道建設 跟輔大聯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大協廠 尤其產業發展區 一定未來可以蓋更多的勞工宅 政府規劃的 是政府規劃的 也有我們民間會投資的 所以絕對會超過2100戶 而且那是一個北台灣的中心 這跟你所說的完全不一樣 今天 我特別在這裡要提醒 很多事情執政黨不願意做 就讓侯友誼來做 侯友誼你可以做得不好 尤其說到我們最辛苦的一塊 台灣的農民 真的有得辛苦的 沒有啦 我記得 龍華簽在海的時候 享有檢疫還有快速通關的便利 台灣不少的農民產品 要買到大陸 很順利啊 過期翁來 翁來收票 包括接班旅 順順利利啊 高雄都在大陸買去了 民進黨接種接種接種 龍華更有特地 尤其為了檢疫的問題 也不去溝通也不去協調 所以都沒有改管嘛 你沒有改管 農民的潛力就實現了嘛 我們入職跟政府 就要靠地方政府去協調 那就是台東縣的饒慶寧 他就在社交 王來社交協調說 台東的病重害防治 我來加上國際標準 人們對方就說 農民 就同意他們 對台灣的王來社交可以進口 結果呢 人們當中拼到 農業部長成績中怎麼說 他說 配合中國旗武啦 治病國格 這個標準喔 不會筛準 再向客彎 你才有同意成績中的動法 所以民進黨沒辦法改革 就不要去抹抹了 一禮拜前 病毒的酒吧 他等不去 周春明的管理 很高興啊 怎麼說有孫國格 你如果覺得孫國格 你過去叫病毒的一半年也不要買過 你過去說的法 是糖衣毒藥 結果你依賴法最深 以前又說 簽了一期真的 女兒子要去黑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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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七年了 你還不敢費錢要花 你就跟台灣創工而已嘛 尤其你公國的一條 兩岸只好 就是木馬圖成績 我請問呢 台灣現在哪一個城被堵了 臨在台灣市的 義帶精神 好好在那裡 路口又經常去擠 現在比較沒有 所以那個觀光產值就降價了 有時候 賴清德先生 你的台獨的時刻 要去解釋一下 無法 物質的理性看待兩岸的關係 我做總統 平等尊嚴友善底下 會發的問題 盡視協商 而且 尤其對大陸現在給我們採取的貿易幣的 明年元月份 就開始對十萬月 暫時空的稅務 要輸去大陸的 這種零關稅 要增加兩趴到十趴 所以喔 用七三十在對付人 產業受到影響 我們一定要去講 這樣要去講 就不要再謀虎 因為 我們的台灣人民是進入對付的 我們去講是台灣人民好 像我這一次人做公民人員 尤其當警察就是出生入死嘛 保護人民的安全嘛 我們來去高齡 去和平 支撐 你就說我 是紅的 我遵守憲法 按照中華民國的憲法 兩岸什麼關係條例來做啊 所以我有說過一句 我說中華民國憲法 是我們的兩岸的富國神山 賴先生 你國的台獨紙 卻是兩岸 和平發不去的萬重山 所以我們要怎麼和平 要怎麼活路經濟 讓我們人民的生活 可以改善 我們這些最關心的 因為我是教育小孩 鎮腳出來 我小孩也能做餐啊 也能補充子啊 啊 進路巡啊 你看到那些農民這麼難過 外銷賣不出 再接下來 老農津貸還拚不到物價 農村的人口更老化 欠工 產銷疫情基礎還不夠 水利的官派好 很多亂相 所以要提出 農民 有 有個好康 農民有好康 第一個 老農有津貸 第二個 水利有專業 第三個 工糧有價格 第二個 切工有平台 第二個 設備有更新 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現在 就對一萬 開始隨著物價 標準 來照顧 我們的農民 水利呢 中央灌料 雜亂無尊 那是人家的夢 沒辦法灌溉 枯毅的農田 很多 所以把農田水利費 沒有專業 就還給農民 讓農業回到水源灌溉 回到農民的身上 工糧的價格 十二年 不然要調整 如果我成年 我就從16塊 把農民到29塊 農 而且每一兩年 根據物價 跟農耕的成本 來做調整 而有一些 停冠休耕的 綠色環境 要跟我們補充 一樣值錢 要一樣值錢 欠工的問題 這是當年來的問題 大家 年輕人 為什麼不回去工作 沒有工啊 只有我一個年輕人在做 還陪一個老的在做 有辦法嗎 很困難嘛 所以 移工 到時候有錢 要看季節 要找到臨時的移工 很難啊 所以 我一定會成立一個 移工外展平台 把移工 人力重鑑 部主過程 三方面來協力合作 的一個平台 人力重鑑 就是分植 雙鋼 分連派遣 以及 管理好 那這樣就比較容易了嘛 尤其我們的設備要更新 我們的設備因為 有的要外銷 要有現代的設備 政府要把它提起 尤其 建立完整的冷淚系統 尤其在檢疫 我們政府要幫助農民 把這個檢疫把關好 不要出口 尤其很多的出口障礙 還有很多的關稅的問題 我們應該在區域經濟貿易 要趕加進 所以 我們照顧農民一關 我當總統 也會全力保護 各地方的糧田跟餘棍 我是支持發展力能的 但是 我不像民進黨政府這樣子 在發展力能的同時 黑白破壞國土 以及環境的方式 來徵典 這樣可以 就犧牲到我們台灣的土地 生態 到未來 未來我當總統 我一定會前面檢討 加以整頓 哪些改改就立即改 所以我會要求行政院 成立一個 在內政部裡面最重要一個 國土計畫高度的 國土計畫研究院 來明確 來理定 哪一個地區可以做光電開發的區位 把化碎原則公開好 然後總量關節好 讓立太 讓立電跟生態 都可以得到平穩 所以台灣需要 把我們的 以農立國的精神摧著回來 讓我們農民能夠自給自私 而且能夠在下半身 可以過一個好生活 所以台灣這邊美麗的土地 也可以大家的照顧 才可以永續的發展 謝謝 當時談能源政策的時候 同樣的提出 剛剛 柯文哲主席 問耐清德主席的話 要不要再做非核家園 到底非核家園 你面對的態度 要不要用核電 還沒清楚 你今天還沒清楚 你今天說一個重點 讓我看看 到底有沒有聽錯 我不知道 它核能基礎不能停 核能基礎不能停 我有沒有聽錯 如果核能基礎 你不想停 是不是核一核二核三要研議 你就說清楚 你如果是要走 用核電 你就把2025非核家 這個錯誤的政策 對全民來講 毀一個系列 尤其你剛剛講的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們是以核減煤 以綠永續 我記得 我在上次選舉的時候 有問過 有乾淨的煤 我聽不懂 我們對我那個乾淨的煤 結果我們現在的肺腺 是全台灣癌症的排第一名 是不是那時候 不想去把煤減掉 所以才有乾淨的煤這個名稱出來 這要傷我們國人的健康 尤其你剛剛談的 我也覺得很奇怪 你的靜靈轉型怎麼做到 我記得你們中央規劃2030 你們要減碳2425% 現在呢 我看 人家北國2030都減到40%到15% 都差了差了長 你現在追趕都來不及了 而且你的整個政策 跟國際的整個潮流 是背道而馳 你那個國的氣候變遷委員會 也說得這麼清楚啊 2050 有很多的先進國家 要用三倍的核電耶 我也覺得不知道 你要不要再轉個彎嘛 太多轉彎 我覺得這個太重要了 不是我們經濟產業喔 也關係我們的國家安全 所以這必須要告個清楚 剛才柯主席在說我那個甘肅儲存潮 是怎麼 我已經反應過 我特別解釋一下 我在新北京做這麼久 我是河安監督委員會的指紋委員 因為室外的甘肅儲存潮 剛剛放在那山坡的旁邊 有一天我現在下大海去開的時候 山坡整個倒塌 高架電塔整個倒塌 那個沒丟在那甘肅儲存潮 就練到前華西 整個台灣海峽的海域 都去遙遠 所以我要求他們結構要做好 一定要更強的結構要做 沒有和安 我們將失去所有的一切 我要求中央的結果 結果中央遲遲不改嘛 所以他才送信司法 待會去判決嘛 司法待會去判決出來 我都尊重 但是你去買 把他的整個結構做好 別用丟心嘛 所以我要解釋一下 剛才在說 怎麼只是在說投資投資 好像我們台灣的經濟很蓬勃發展 情勢成長很大 其實沒有啊 所有的獲利 就像你們蕭吾總統說的 有很多人不會因為有投資的成長的獲利 而得到照顧 沒有啊 所以十年的脫股指數這麼高 貧富差距6.5倍 十四年的經濟成長率最低 你要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我今天要告我今天告的事情 我注重是女性在各行各業蓬勃發展 因為女性撐起了半片殿 尤其在我們家也有四個女性 我都謝謝他們給我們很多的幫忙 尤其我從事公職以來 我看到很好的女性夥伴們到我到我到我 壁子新北市的溫載進五股垃圾山 都是女性打前鋒 用溫柔堅定的方式 讓這兩個案子順利完成 結果呢 你的藍鐵東儀 我文財進跳四千二百十七個工程 沒有人抗爭 你藍鐵東儀三百幾乎 大家要拚命 你就不會用人性 尤其我重視兩性貧窮 所以一個國家重大的領導人 要好好的在性別平靜上 善用履歷 所以我在這裡提出我對履歷的幾個政見 好康婦女力 婦女更有力 所以我提了三個政策 第一個提高女性治理的比例 第二個擴大婦幼健康照顧 第三個減輕家庭照顧的壓力 第一個 女性的治理比例要提款 我在新北市做的時候 我都是保三充數 在理性格的三分之一 看得更高的 這是我的目標 我要達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中的實現性別平等 以及理性股權 所以我新北市 如果小內閣三分之一 我也再繼續 還不然卡在中央 有一些單位所謂是中央要指派過來 我沒有辦法 不然我早就超過三分之四 快超過比三分之一還更多 我們女性超過三 還比三分之一還更多 好 我也推動公司部門 以及公司企業 還有社團 董監事要超過三分之一 現在如何如土在做 我要請問哪一句 你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女性格位的比例多少 12% 你擔任台南市市長的時候 女性的幾率非常多少 兩聲 不夠 柯恩哲主席 擔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女性的格言 也是四人之一 所以喔 蔡英文總統是為女性 您的搭檔也是女性 所以未來 你的女性格言 要搞到三分之一 我看是很難做得到 真的 以前都沒想到 現在要拚總統了 所以我要來效果女性 所以這些不但沒有照顧好 尤其在兩性評券裡面 民進黨 這幾年你看 發生了十多件的性騷擾案 更不用說 這裡面還有很多貪污 拜喜好才是的案件爆發 緋文醜文 不夠多 那民進黨婦女部 性別平等的部門 都沒說話啊 幫我們點點啊 真的點點啊 所以喔 如果人民在問 在傳啊 都說民進黨 已經被民間形成為一個桃花黨 這是民間說的 如果賴清德先生 你如果覺得這是美德 這是人民 想給他當作美德看 這特地不是的嘛 我當想 一定全力露出性騷擾防止 嚴格要求我的官員的道德標準 才跟社 是我最重視的一個大紀律 我絕對零容忍 所以 這是我最重要的 第二個 我在擴大 整個健康生意照顧裡面 民進黨執政這邊 醫療環境不好 少數話很多人要 但是照顧護佑是我們確認 我會補助動染生意 三十到四十個 女性有兩萬年一次的動染補助 然後五年 每年提供兩千年的保存費用 這補助沙滿 而且會擴大兒童疫苗 基金的補助 然後提供全方位母嬰的 親善健康跟照顧 尤其入癌免費篩檢 要等到四十個 一個 一年裡面有三天 不病日 病假的生理假 不會改成六天 病到病假裡面 不計算 不計算病假裡面 第三個 減輕照顧的壓力 因為在家庭的照顧上 其實兩性要共同分擔 但是衛福部也同意 家庭照顧的責任 有六成都落在女性的身上 那四成 女性因為要做家庭照顧 所以他必須要離職 其實對女性來說 這是很不公平 政府在這個部分 要提出好的政策 所以我上次說要廢職 八十歲以上的八十亮表 長者可以申請看護 你也對著做 提高育嬰留職的津貼 本來是八十個投保薪資 現在我的前薪 讓大家可以 投保的前薪的薪資都領下 生第三胎 我一定給他一生一次的百萬金生 我們可以購屋 租屋的補貼 這個家庭大家都很喜歡 另外六到十二歲 國歌來教育 國歌來教育 所以我推動 公立國小客戶 全面美會人事倍增 的後後照顧 尤其用委外的方式 找優秀的業者 在多元體能的開班 可以減輕老師的負擔 最好 公立非營利 全國共化的 脫英脫育優元 餘利免業貴 是說 家庭自己帶我保你一班 給大家加生加幼 最好 你力 是我們國家的 關鍵競爭力 國家有責任 讓每一個人 都能視性發展 讓教育跟工作平潛 都可以好好的落實 所以在這裡 特別向台灣的 理性致敬 那天我看到陳樹吉 阿嬤我很感動 她很辛苦 她欠很多 工程 幫忙很少 她是台灣最美的風景 讓世界快點 台灣平原小的中 最偉大的努力 就是陳樹吉 最偉大的努力